藍綠百多會進入比較緊鑼密封的交戰 那柯營這邊有沒有寫在那邊的規劃最後的場景 我們這兩天當然已經有媒體 明天我們那次才會開播 所有的相關的活動會在明天announce 那像這個禮拜我們就有三場的街頭開獎 那包括我們的議員們還有我們的陸戰隊 那今天大家可以看到連我們自己外面的義勇軍 包括包括這些支持我們的這些科粉們 他們自己也會在外面做相關的陸戰的活動 所以我們希望全民皆兵尤其是年輕人站出來 那現在所有的我們的自己的支持者 其實大家都在動起來 所以我們會放很多的東西讓他們自己就可以下載 自己就可以去傳輸 重點是我們在這場選戰裡面 2024了我們不要再用20年前的方式 每一場造勢活動要幾萬人 但是各位台灣民眾黨的活動 可能現場只有幾千人 但是我們線上可以有五十八萬人 七十萬人一百萬人 所以那個才是大家可能沒有辦法理解 我一定要看到現場很多人 但是那線上的人數 大家可以去比一比三個陣營 他們線上觀看人數的差別 我覺得這個還是一樣 無形的力量還有人心的力量是最大的 所以怎麼樣讓我們所有的支持者都變成我們的分身 讓他們自己在他的社群裡面 在他的親朋好友裡面 那最重要的是我們現在還希望能夠發揮在客廳裡面 影響他的長輩他的家人 還有告訴大家他怎麼樣 為什麼他會支持台灣民眾黨 支持台灣民眾黨是一個新政治新價值 我們是跳脫傳統藍綠的版圖 如果還是用藍綠版圖的話 就不會今年打成 大家會打成這樣 如果以我們現有的 相關的組織動員的話 怎麼可能這樣三分天下 所以他就已經不是一個傳統的權戰 再用傳統的權戰看的話 其實是會失去 失去真實的一面 所以我們這一次當然 可以看出全世界 其實很多人 都已經完全不看傳統媒體了 包括台灣 我想很多人是已經不太看傳統媒體了 KPTV的那個規劃 未來要每天八小時不間斷直播的節目表 大概會有哪些 我們大概昨天 文宣部大概在明天開台的時候 就會完整的說明 他有不同的單元 所以每一天會有至少八小時的節目 那裡面當然會有各種單元 包括不分區立委 還有政策 政見 以及我們支持者 他們都可以提供他們的意見 另外我們也會 把時事關心 那最重要當然還有柯文哲每一天的直播 我們會不會有任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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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會不會有任何人